有趣的是,跟你聊天,留給我的問題總比答案多 現在,我又要問性方面的問題一樣,來問政治方面的問題 有人說,他們是同樣的東西,你們在政治方面所作所為,不過是 等一會,你不是說不可以告訴別人嗎? 嗯,好吧,我是會讓你們吃一驚的 等等,神不是應該這樣說的吧? 那你們為什麼這樣說? 我們大部分人都不敢說 真是壯鬼 那些敬畏神的人不敢說 啊,我明白了,你們為了不冒犯祂,只要敬畏祂 而誰又說,我只會為了一句說話而被冒犯? 而且,你們用以形容那些了不起的性經驗的話 竟然同樣拿來形容最偉大的烏尾 這樣不是奇怪得不得了嗎? 這樣不是活生生可以看得出來你們對於性研究抱持怎樣的態度嗎? 我想,你有些搞到混亂了,我不認為大家在用這個用詞的時候所指的是真正美妙浪漫的性生活啊 啊?真的?你最近曾經在任何臥房裡待過嗎? 沒有啊,你呢? 我所有的時間都待在所有的臥房裡 好好啊,應該讓我們覺得自在一點啊 什麼?你是說你們在臥房裡做的事不會在神的面前做? 任何人看著,大部分人都會覺得不自在,更何況是神? 然而,在某些社會中,原住民社會,波利尼西亞人,做愛是十分公開的 是啊,是啊,好了,大部分人都未進化到這麼自由的程度啊 事實上,他們會認為這樣的行為是一種退化,退化到原始的,異教徒的狀態啊 這些是你們稱之為異教徒的人,卻對生命有深厚的尊重 他們從來不知道什麼是強暴 而他們的社會中,實際上沒有殺人這回事 你們的社會會將性,這種非常自然,非常正常的人性功能 至於染藏之下,轉身卻公開殺人,這個才是不可告人啊 你們將性搞到這麼猥褻,這麼可恥,這麼不可告人 以至於你們做起來很尷尬 沒有這樣的事,大部分人只不過對性的得體與否有不同 甚至可以說是較高等的看法來的 他們認為性是私密的相互關係,有些人就認為是他們關係中的神聖部分 缺乏私密性並不等於缺乏神聖 人類大部分的神聖儀式是公開舉行的 不要將私密性和神聖混為一談 你們大部分最壞的行為都是私下進行的 你們只是將最漂亮的行為公開展示 我這樣不是為公開的性行為做辯護 這樣只是在提醒,私密並不必然等於神聖 公開也不剝奪神聖 至於得體與否,單就是這兩個字和它隱含的行為概念 就比任何人為的救想更可以限制人的最大歡樂 除非是神的懲罰這一個概念 因為後者令到這種限制大景其功 顯然你是不相信得體不得體這回事 麻煩就是在得體必須有人設定標準 這個自動意為你們的行為受著別人觀念的限制、主導和指令 在別人認為你們什麼事應該歡樂、什麼事不應該歡樂 在性方面,就像所有其他方面 這個不單只是限制,它可以變得有摧毀性 男人或女人想要某種經驗 卻因為想得到他們所夢寐以求的 所痴所喝的事情會違背禮教而束手 沒有任何事情比想得到這件事更加令我悲哀 告訴你,這樣並不是什麼他們不想做的事 只是違背了禮教的事 不單是性方面是這樣,也是生活中的一切 永遠、永遠、永遠不要因為它只是違背了什麼人立下的禮教標準而不做 如果我的汽車保險桿上有貼紙 我要這樣寫,充缺禮教 每一個惡房裡,我都要放這樣的一個標語 但是我們的對、錯、觀念 卻是將我們結合在一起的東西 如果我們在這方面沒有協議,怎麼可以共存呢? 禮教和你們的對錯價值觀沒有關係 你們都認為殺人是錯的 但是在雨中拿跑是錯嗎? 你們都認為朋友妻不可騎 但是騎自己的妻 又或者讓自己的妻騎你 騎得很微妙很微妙 那又有什麼不得體? 得體很少涉及法律範圍 它們涉及的往往都是禮教問題 而得體的行為 卻往往並非那些你們稱之為最有趣的行為 它極少是讓你們感到最歡樂的行為 回到性方面 這樣你是說 只要參與者和受影響者全部都同意 這樣任何行為都是可以接受的? 生活中的一切不是都應該是這樣嗎? 但是有些時候我們不知道 誰會受影響又或者怎樣? 我們必須在這方面敏感 你們必須敏銳覺察 凡是你們不真正知道 不可以猜到的 在愛方面你們就會犯錯 任何決定的中心問題都是 現在愛會怎樣做 愛自己 愛一切參與者和受影響者 如果你愛別人 你就不會去做你認為對那個人有傷害的任何事情 如果你還有任何疑問 你就會等 等到搞清楚 但是這樣意思是 別人可以將你當人之 他們所需要做的 只是說某某事會傷害他們 於是你的行為就會受到限制 只是被你自己 你是不是願意 只是做那個不傷害你所愛者的行為? 但是 如果你因為不做某些事而感到傷害自己呢? 那你就必須告訴你所愛者知你的實情 你因為不做某件事而感到受傷、受錯、受損 你想要做這件事 你想要你所愛的人同意你去做 你必須努力去求得同意 自力於達成妥協 尋求一個人人都得性的辦法 如果找不到這樣的辦法呢? 那就重複我之前所說的 為不背叛他人而背叛自己 忠視背叛那是最大的背叛 你們的莎士比亞曾經以另一個方式說過 對自己真實 你便不可能對任何人不真實 由於夜之除咒 但是這樣只是除自己意願的人 會變成非常自私的人 我不相信你在鼓吹這件事 對咯 你們認為人總是會做你們所謂的自私選擇 但是我告訴你們 人是能夠做最高選擇的 不過我也要告訴你們 最高的選擇並不總是那些看似有益於他人的選擇 換句話說 有時候我們必須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哦?你們永遠都應該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然後依你們想要做些什麼 或者想要經驗些什麼而做選擇 當你們的目的、人生的目的很高 你們的選擇亦都會高 將自己放在第一位 並不意思是你們所謂的自私 而是意為自覺 人類行為的基礎你都是立得很寬咯 只有透過最大的自由才可以得到 或者可能得到最大的成長 如果你們行為舉止都在遵從別人的規矩 這樣你們不是在成長而是在遵從 和你們的構想不同 我要求你們的不是遵從 遵從不是成長 而我要的卻是成長 如果我們不成長 你就將我們調進地獄,是嗎? 錯! 這件事我已經在第一步中說過 第三步中會再詳細地說 好咯! 這樣在你立下這個寬廣的參數範圍內 我可不可以在我們告別性的題材之前 再問幾種有關這方面的問題? 請說 性既然是人性經驗中這麼奇妙的部分 那為什麼有這麼多精神導師都在酸道禁辱? 為什麼這麼多大師都看起來在過著獨身生活? 和他們被人說成過著單純生活同樣理由 那些進化到高層領會的人 將他們身體的慾望和心智與靈魂取得平衡 你們是三部份生命 而大部份人卻只是體驗到自己是一個肉體 在三十歲之後 他們連心智也都遺忘了 沒有人再閱讀、沒有人再寫、沒有人再教、沒有人再學 心智被遺忘了 他沒有被滋養、他不再擴充、沒有新的輸入 輸出美乎其美 甚至沒有被餵養、他沒有被換繩 他被空騙、變得外頓 你們用盡一切辦法擺脫他 電視、電影、廉價書康 無論做什麼都不要想、不要想、不要想 所以大部份人是活在肉體層次 餵養肉體、給他穿衣服、給他材料 大部份人經年不讀一本好書 我是說可以讓他們學到一些東西的書 但是整個星期的電視節目 他們卻可以如數加真 這樣確實是讓人好為之悲哀的 實情是大部份人並不要思考 他們選舉領袖、支持政府、選擇教會 都是以不需要他們獨立思考為指標 讓我輕鬆告訴我要做什麼 大部份人要的就是這件事 我坐在哪裡? 我什麼時候站起來? 我怎樣敬禮? 我什麼時候付款? 你想要我做什麼? 規矩是什麼? 我的界線在哪裡? 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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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做的 只要有人告訴我 然後他們又沒有胃口 還滅 他們遵從一切規矩 他們做一切人家叫他們去做的事 坐在哪裡? 什麼時候變了尾? 為什麼崩潰? 在你放棄你的心智的那一刻 他就崩潰了 你的心智乃是你最偉大的創作工具 是應該和你的心智再做朋友的時候 和他做伴 他感到如此寂寞 做他的滋養者 他是如此飢渴 你們有些人為數甚少的一批 明白你們有身體又有心智 這些人善待了他們的心智 不過 即使這些推崇心智和心智事務的人 亦都少運用他們心智能力的十分之一 如果你們知道自己的心智能力是何等之大 就絕對不會再參與其奇妙的運作 如果說那些可以為身體和心智取得平衡的人為數甚少 那明白你們是三合一 身體、心智和靈魂的人就少之又少了 你們真是三合一的生命 你們不只是一個身體 亦都不只是一個有心智的身體 你滋養靈魂嗎? 甚至你曾經注意它嗎? 你治癒它還是傷害它? 你是成長還是萎縮? 你是擴展還是收縮? 你的靈魂是否像你的心智一樣寂寞? 它是否被忽視得更加嚴重? 你上次感覺到靈魂有所表達是在什麼時候? 你上次喜極而泣是在什麼時候? 你寫詩嗎? 作曲嗎? 在雨中舞蹈嗎? 敲過餅嗎? 曾經畫過任何東西嗎? 修復過爛了的東西嗎? 疼過嬰兒嗎? 在日出之際漫步過嗎? 吹口琴嗎? 聊天直至天光過嗎? 在海邊、在樹林 做愛一年幾個小時嗎? 和自然交談嗎? 尋求神嗎? 你上次什麼時候獨自默創? 航向你生命置心之處? 上次你什麼時候和你的靈魂說過Hello? 當你以單面生物來到生活 你就會深深地陷入身體的事務中 錢、性、權力、佔有、肉體的刺激和滿足 安全、名譽、經濟利益 當你以雙面生物來到生活 你的關懷面就會擴大 將心智的事務包含在內 情義、創造、新思想、新觀念的激發 新目標、新挑戰的產生、個人的成長 當你以三合一的生物來到生活的時候 你終於和自己取得平衡 你的關懷包括了靈魂的事務 精神的認同、生活的目的 和神的關係、演化之路 精神的成長、終極目的 隨著你們進化到更高更高的意識狀態 你們也會將你們每一個面向充分地實現 然而演化並意思系厚恥薄屁 特別寵為本我的某些面向 而將另一些面向放低 他的意思只是擴大焦點 不再專注於一個面向 而是真愛和珍惜所有的面向 那為什麼這麼多導師完全禁絕性生活呢? 因為他們不相信人類可以達到平衡 他們認為性的能量 以及圍繞著其他世俗經驗的能量太強太大了 沒辦法溫馴、沒辦法納入平衡 他們以為禁慾是唯一的精神進化之道 而不是精神進化的可能結果之一 原而有些高度進化的人真的放棄了性? 不是古典意義的放棄 那不是強迫你放棄你營救想要 但又知道不好的東西 那只是放手 一個轉身的動作 就好像對飯後的第二道點心 並不是點心不好 甚至不是對你而言已經不好 而只是儘管它都是這麼美好 你卻已經夠了 當你是以這個原因而放低你和性的關係 你就可以想要是這樣的 不過你也可以不想要是這樣的 你可以永遠不認定你已經要救這個經驗 你可以永遠要將這種經驗 而與你生存的其他經驗維持平衡 那很好 性方面活躍的人 並不比性方面活躍的人 更沒有資格開悟和精神進化 開悟和精神進化真正導致你放低的 是對性的擔力 你對這種經驗的深切需求 你的驅逼性的行為 同樣你對金錢、權勢、安全感、佔有物 和肉體的其他經驗之執著 亦都會消失 然則對所有這些事物的真誠賞 和珍惜卻不會消失 亦都不應該消失 對生命中的一切事物的賞識和珍惜 乃是對我所創造的歷程之尊崇 脾氣生命或任何喜悅 即使是最基本、最物質的部分 都是對我、這個創造者的脾氣 因為當你稱我的造物為不神聖的時候 這樣你怎麼稱呼我? 然則當你稱我的造物為神聖的時候 你就足勝了你對它的經驗 亦都足勝了我 我告訴你們 我沒有創造任何可以脾氣的東西 而正如你們的莎士比亞所說 只要你們的意念不令它邪惡 就沒有任何東西是邪惡的了 那就讓我想到關於性方面的幾個最後問題了 成人之間只要互相同意 任何的性關係都不是不可以的 對 我是說即使是變態的性關係 甚至是沒有愛情的性關係 甚至是男同性戀的性關係 首先我們要再道說明 沒有任何事是神不贊成的 我並非坐在這裡審判 稱某種行為為善 另一種行為為惡 你們知道 在我的第一步中 已經將這一點做過相當詳盡的解說了 在你們的進化之路上 以何者對你們有益 何者對你們無益而言 只有你們自己可以做決定 不過大的方針都是有的 這是大部分已經進化的靈魂所同意的 凡是傷害他人的行為 不會導致快速進化 還有另一個大方針 凡是涉及他人的行為 都必須獲得他同意或者允許 才可以實行 現在在這個大方針之下 讓我們看看你剛才提過的問題 變態的性關係 好,如果他不相及任何人 如果參與者都允許 那又有什麼理由說他是錯的呢? 無愛的性? 從有始以來 大家就在為為聲而聲做爭論 每次我聽到這個問題 我都會想有一天走進滿屋的人當中說 如果有人從來沒有過心情意外的性生活 請舉手 我要說的是 無愛的任何事情都不是通往女神的哲經 無論是無愛的性 或者無愛的面條和肉丸 如果你準備的時候無愛 取用的時候無愛 你都會失去它最精華的部分 失去這一個是錯嗎? 錯仍然是不適用的字眼 無益比較接近 因為你們想要儘快地進化到更高的層次 男同性戀的關係? 這麼多人想要叫我講反對男同性戀的關係 或者對他或清界線 不過我不做審判 無論是這件事 還是你們的其他選擇 大家總是對各樣事物做價值判斷 而拉我和他們分贓 這個審判我一輪不參加 那些聲明以我為此審判之源頭的人 聽我這樣講會特別覺得不愉快 有件事情我是明白的 不同種族的人結婚 曾經被人認為是違背神的律法 令人是驚的是 到現在仍然有人是這麼想 他們以聖經為權威 到現在又在同性戀的問題上 指聖經為他們的權威 你是說不同種族的人結婚沒問題? 這個問題本身就是荒謬的 卻不如那些堅持說他有問題的人荒謬 關於同性戀方面的問題 是不是也同樣荒謬? 你們自己決定吧 關於這件事或者任何事 我都不做審判 我知道你們想叫我做審判 這樣會讓你們好過些 不用自己做決定 不需要艱苦奮鬥 樣樣事人家都為你們決定 除了服從之外 甚麼都不用做 這樣不像人生 至少以創造性或者自我充實而言 只是過著休屋的生活 也沒有壓力 讓我問一些關於性和孩子的問題 甚麼年齡適合讓孩子 覺察到性是人生經驗的一部分? 孩子從生命的開始 就覺察到自己是有性別的生物 也就是說 覺察到自己是人類 你們星球上的很多父母 現在所做的 卻是師徒叫他們 不要覺察到這一點 如果幼兒的手摸錯了位置 他們就會把它拿開 如果一個小孩 開始以純潔的歡樂 在自己身上找到樂趣 你們就驚恐不已 而且將這個驚恐傳給孩子 那些孩子就會懷疑 我在這裏做甚麼? 我在這裏做甚麼? 媽媽生氣了 我做甚麼? 就你們這個物種而言 問題不是何時把性 引介給你們的孩子 而是何時不再要求孩子 否定他們生而為有性的生物 在孩子十二到十七歲的時候 你們大部分就放棄了 這種有害的鬥爭 等於說 當然了 你們不會明白 因為你們是不說這類事情的 就等於說 好了 現在你們注意到 你們有性的部分了 注意到這些部分 可以做性方面的事情了 然而到了這個階段 傷害已經造成 你們已經用了十年以上的時間 向孩子顯示他們身體的那些部分是可恥的 有些孩子從來沒有人告訴他們 他們的那部分是甚麼名字 你們大人揭盡所能地發明替代用詞 好像是 佩佩 腿腿 妹妹 弟弟等等 就不直指其名 屌 或者揪 讓句 或者陰道 由於從小就明白 和身體這些部分有關的一切 都是不可以說的 必須躲躲藏藏的 否認的 你們的孩子到達了青春期的時候 又怎麽不會不知所措呢 他們全無準備 當然 回想起他們最新最急切的需求的時候 他們假若 不是採取完全不得當的方式 亦必然顯得笨絕得可憐 這樣是全無必要的 我也不認為對你們的孩子會有任何好處 當他們報入成年 帶著一大堆性禁忌和悶葫蘆 在啟蒙的社會中 孩子因為自然的秉賦而尋得的歡樂 從來不會被挫折 責備或改正 父母的性 亦就是父母生而為有性別的生命 亦無需要刻意掩藏或迴避 赤裸的身體 無論是父母的 孩子的 還是兄弟姐妹的 都被視為完全自然 完全美妙 完全好的 而不是任何可修可設之物 性功能 亦都被視為完全自然 完全美妙 完全好的 在某些社會 父母是當著孩子面性交的 而還有什麼事 更可以讓孩子給這件事 更能領會性愛的歡樂和美好? 因為父母親時時在 以思想和言行鑄造對與錯的典範 而孩子就從父母那裡 時時檢拾或明顯 又或優微的信息 就像之前所說 你們可能稱這樣的社會為 異端或原始 然則很明顯 在這類社會中 強暴和性騷擾之類的事情 根本是不存在的 而槍技就被認為不可思議 性金技和性功能失調 就聞所未聞 你們現在的社會 固然不適宜推薦這種程度的公開和坦然 除了自為特殊的場合之外 這種公開和坦誠一定會遭到文化污衊 但是 你們地球上所謂的現代文明社會 確實已經是時候應該採取行動 來終止對性的壓抑和污衊了 凡是同性有關的一切經驗和表白 你們都往往以之為可恥的 罪惡 污衛 而加以壓抑 那你的建議是 從孩子最幼小的時候 就不再教導他們有關身體的自然功能是可恥和錯誤的 不要再向你的孩子證明性方面的事情是需要躲藏的 體驗這個初成長的經驗 與內在的喜悅和歡慶之感相連 而不是與罪惡和羞恥 看在老天的份上 不要再對孩子躲藏你們的身體 露營的時候 在鄉村水池中 又或者在後院泳池中 拿泳被孩子看到不要緊 從睡房去到浴室 沒有穿衣走過 被孩子看到 不要中風 不要再瘋狂地把任何樣的孩子看到你是有性別的生物的機會都關掉 蓋掉 掩藏掉 孩子會以為他們父母是無性的 因為他們父母將自己裝成這樣的樣子 孩子於是認為自己也都必須無性 因為所有的孩子都模仿父母 醫生會告訴你 一直到今天 有多少長大了的孩子 都沒辦法接受他們父母真的做那件事 而這樣又令到他們是孩子 現在已經是醫院的病人 心中充滿憤怒 罪惡感和羞恥感 因為他們自己自然想做這件事 而他們搞不清楚自己究竟坐在哪裡 所以 要跟孩子們談性 跟孩子笑談 告訴他們 允許他們 提醒他們 而且表現給他們看 性是多麼值得歡慶的事 性是多麼歡天起地的事 這是你們可以為孩子做的事情 你們從他們生出來的第一天就開始做 從你們給他們的第一個吻 第一次擁抱 第一次觸摸 也都從你們父母之間 互相的給予和接受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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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為你對這件事所說的明智之然著若不易 但是最後還有一個問題 什麼是跟孩子討論 形容 或者引介性方面的事情的恰當時機呢? 當時機來的時候 你們就會知道 如果你們真正留心 真正在這裡看、在這裡聽 每個孩子都會把那個時機表現得明明白白 不會錯誤 當然它是逐漸的 它的來到是漸進的 如果你自己已經清楚 如果你自己已經做完了 你那個做不完的事 這樣對於孩子的性之來到 你就知道是時機了 我們又怎麼走到那一步啊? 可以怎麼做就怎麼做 參加討論課 請教醫生 加入社團 看書 尋思默想 互相發現 最重要的是 再度互相發現你們是男人或者女人 發現、在訪、重複 恢復你們自己的性 維持歡慶 享受它、擁有它 享有你們自己歡樂的性 然後你們才可以找他 而且鼓勵你們的孩子 享受他們自己的 再次謝謝你 現在放開有關孩子的問題 反為人類的性 這個比較大的主題 我不得不再提一個問題 或者好像無禮 甚至是躁進 不過 我不可以不問這個問題 而讓這段對話結束 好了,不用道歉 直接說就行了 好的 有沒有太多的性 這回事 沒有,當然沒有 但是確實有 對性有太多需要這回事 我建議 享受一切 一無所需 連人都不需要? 連人 尤其是人 需要某人 乃是破壞關係最快的辦法 但是 我們所有的人 都喜歡感到被需要的 那就叫停 換之以喜歡感到不被需要 因為你給人最大的禮物 就是讓他有能力 不需要你 他不會任何事需要你 你 對